大家好,今天就在这个厨房那里和大家拍一条片 那为什么厨房呢?因为在家座椅都没有一张 在厨房这里有两张吧桌椅 所以就逼着要在这里拍片 那早前英国就有热浪了 香港那边听完都相当热了 今天就和大家讲一下中暑 中暑可以让大家想象中危险很多很多 记住看到没有? 要理解中暑就不是很难的 你可以想象就是一辆车 车有一个冷却系统 因为引擎一路转 产生很多热力 热力需要靠冷却系统,令它温度不会太高,引擎才会运动 人体亦是一样,人体需要一定温度的范围之外才能运动正常 通常我们设定一般温度是37.5度 如果温度超过太多,身体各个器官便会拒绝运动 所以如果真的中暑的话,死亡率如果没有医治的话,可以去到八成那么多 亦都是一些职业运动员第三大的死亡原因来的 用最简单的方法去理解,就是我们的身体有一个行温器设置在37.5度 这个行温器设置在37.5度,我们的身体在什么情况下都尽量保持在37.5度的范围之内 就算不能保持,上下一点都是保持在那里 有点像联系汇率,港元转美元那样,总是7.8度,不会差很远 中暑就是说我们的身体在各种情况下,可能大热天时可以做剧烈运动,运动之后又喝很少水,喝不够水 大家知道水吸收我们很多热,我们的身体的水分就令到我们的温度不太容易,一下子升到很高 如果学过科技的话,就知道要有很多能力才能够令到水的温度升高 人体里面有那么多水,就帮我们维持那个温度 譬如如果你去过一些地方旅行,譬如有些人去过沙漠 我记得有一次我去旅行,就在沙漠去,早上去行沙丘 有个沙丘很高,十几层楼很高,早上去而已 那真的早也很重要,早到我记得好像四五点天都还没光 那就要搭车去行,那后来才知道为什么 因为走上去的时候,沙是冰冰冰的 那当你走上去,看了日速走下来的时候,开始出太阳 那些沙就辣脚了 那就是说没有水的地方,温度很快就要升得很高 所以人体主要是靠水分来控制住温度,不要升得太快 所以如果那些人喝得很少水,或者出很多汗,又不喝足够水 那就很容易中暑了 那中暑的病征是什么呢? 中暑呢,通常我们可以分两个阶段 最初阶段我们叫做熱衰竭 即是叫做热衰竭 那即是再厉害的那个阶段,第二阶段才叫做中暑 可以说是同一个病,不过是不同程度 那初头就是热衰竭才是热衰竭 即是说身体开始有点受不了,开始控制不到温度 那即是说呢,出寒会很多,周身摸下去的手脚好像冰冰冻冻 那样的,还有呢,就好像痴痴纳纳那样 那你说,为何中暑还是冰冰冻冻的呢? 那因为呢,就是身体开始流失太多水分,那血管收缩 令到少些血流经皮肤表面,那就是血带着温度 少些血流经皮肤表面,那感觉上摸下去,就是有点冰冰 那人有些可以开始,譬如说,暈啊,会很累啊,就是吐啊 那有些呢,就会抽筋,那就是说,因为水分不够呢 就令到那个身体里面那些,矿物质啊,电解质那些呢 就会暖了龙,令到那些肌肉会抽搐 心跳呢,就通常很快,不过就很弱这样的 那这些情况呢,就代表温度有些升高到不受控的范围 但是呢,身体还是很努力地去尽它的能力 将它控制在一个合理的水平 但是呢,开始已经不太行,就不太应付到了 那再下一个地步呢,我们叫Decompensator 就是说呢,意思是身体已经完全break down了 完全没有办法应付到了 那所以下一个地步呢,就其实病征都可以差不多 不过呢,就这个阶段呢,身体皮肤摸下去呢 就会很热,很红这样的了 心跳呢,就会很大力地摸到,摸到脈搏都很强劲 就有意思是身体去尝试去,就是流失水分太多 它想血管收缩都做不了了 血管反而抗张了呢,就开始摸到皮肤 就红啊,热啊,那样的 那如果你量的温度呢,那就会去到很高了 那通常呢,我们by definition 中暑的定义呢,就是温度超过40度 和就是神智呢,有些问题 那所以呢,是可以很严重的 每天夏天我都见不少病人来看医生 入来坐下就说,哎,我昨天呢 去了行山啊,或者昨天开工很热啊 那样,我当然中暑了,今天有点累累的 如果这么说的话呢,其实一看就知道它不是中暑了 因为中暑就一定严重很多 如果真正是中暑的话呢,超过十几%的人呢 都会有神衰竭啦,也有些人有肝衰竭啦 那就算很多年之后呢,那就发觉这些 各样因素的死亡的机会都大了 那所以呢,都不能够轻视的 尤其是呢,大家现在很多人呢 参与一些,譬如一些马拉松啊,那些那样 那样,如果那天天真热呢 就真的要特别特别小心了 那一定要多喝点水啊 有些人有那个,即是有些女性啦 即是女性,现在很多人喜欢打马拉松的 有些人有甲状腺高的那些,那就一定要小心啦 那有些人在吃某些药的 那有些人,比如喝酒多又会差一点啦 令到增加了中暑的机会 那有些人在吃一些血压药 那一大堆那些血压药呢,都会增加了中暑的机会的 那所以这样东西要特别小心啦 那那它医治的方法呢 那有些人说,哎呀,吃鼻里痛行不行啊 那这样,就是降一些温度啦 那吃鼻里痛呢,其实是不行的 那不行的原因呢,就是因为 鼻里痛降低温度的机制不同的 那通常我们一般发烧呢 就比如说,当我们Covid那样计啦 Covid的话,令到你发烧呢 因为那个病毒感染呢 就令到那个身体呢 就那个脑部呢,收到一些讯息呢 那那个脑呢,就会将那个 你的行温器呢,就设高一点 可能设到38度,38度半这样 等个身体的温度升高一点呢 就令到那个免疫系统呢 就更加活弱一点点 帮你去对付那个病毒 那脑呢,就是会令到你的行温器呢 就升高了 中暑的话,再升高一点的话 那就当然不好啦 中暑的问题是什么呢 不是你的行温器出了问题 而是你产生太多的疑问 那个行温器是OK的 它仍然是设定37度半的 等于我在这个厨房 我设定个行温器是设定25度那样 但如果我叫一台人 一围人12人来这里打边炉的话 那就很难的温度维持到25度 那时候就已经去到30度了 所以解决的方法呢 就应该就不要再在这里打边炉了 对吧 医治这个中暑的方法呢 其实也是一样的 那如果是轻微的 heat exhaustion那些呢 就一定呢 就要停止运动啦 那要离开一些很晒的地方 带它去有阴的地方 有冷气的地方啦 那这样呢 就要给多些水喝回 要用那些冷的毛巾啦 这样呢 就敷着一些 比如说遮掌底啊 颈背那些呢 用把线去线去线去 这样就降了温度啦 那严重的那些真的有那些中暑的象征呢 它是一个 即是紧急情况 是一个医治的 就不要尝试自己搞了 那一定呢 就要尽快送它去医院 那医院的 尽量用这些方法呢 那就是要浸冻水啊 那将温度呢 一个小时之内呢 要降到38-9以下呢 才可以呢 就将整体死亡率降低到 那今天就讲到这里先 记住呢 留言点赞 未订阅的朋友呢 就记住呢 按一按订阅那个键 那你这些小小的支持呢 就能够令到我这个频道呢 就继续生存下去 那大家呢 就能够继续得到一些 简单易明又准确的医疗资讯了 多谢大家 下次再见 拜拜